大家不要惊慌 我南宫说我会保护大家的安全 秋白 找到可疑的人 凶手把他迷昏 然后将服务生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 冒充服务生作案 照片令可可没有戴项链 读明他根本没有戴项链的信 定这条项链的叫楚清墨 不对 凶手的目标是清墨 简单报告上写着 可可是情话物中毒二亡 他为什么尸体上要插上那只笔手 这色就这么多了 您去厕所还用得着这个 这是有人看到从您身上掉下来的 州府行长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帮我查一查 这个人账户的出入明细 好 好 我把上办 这是张茂生出入账的所有明细吗 对 全部在这儿 这样看来 那三百块钱并不是通过银行汇给他的 同警官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是生病了吗 为什么你身上会带着针头 州府行长越早坦诚的话 我们就能越快洗清您的嫌疑 嫌疑 别 同警官 我就是毒瘾犯了 没忍住 就去了二层 找了个没人的小储藏室 给自己注射了马飞 同警官 求您一定帮我保密 我一定会戒掉的我 初小姐 您相信我 我虽然有错 但我没有杀人啊 如果他说的都属实的话 他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案 左副行长 我暂时相信你说的话 你可以帮我回想一下 当时在二层 你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吗 我当时 注射完马飞之后 精神有些恍惚 不过我透过门缝 看见了一个服务声 推着推车 还有一个大麻袋 从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但也有其他服务员 来来去去的 我知道了 多谢您的配合 今天都要打扰 我们先告辞了 慢走 对了 捡到针头的人 并没说是从您身上掉的 不过副行长 我劝您还是把毒戒了吧 不过副行长 不过副行长